华联市公所举办的回篮聊天窗及原客市集开幕活动 20号下午在浩克文化会馆热情展开 现场除了有客家及圆明的传统艺文表演 还有满满的市集摊箱及趣味游戏体验 吸引了不少民众期望参加 一边吃着当地美食 一边听歌看表演 气氛很热闹 华联市公所举办的回篮聊天窗及原客市集活动 20号下午在浩克文化会馆展开 由名联国小客家合唱团及花莲彩运舞集带来精彩演出 满满人潮穿梭在原客市集当中 华联市公所也结合天窗日游来 设计出一连串趣味的游戏体验 现场有各式好看、食用、好吃、有趣的摊位 一旁还有精彩的艺文表演 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 还可以获得DIY体验课程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参加 那今天是我们天窗日的一个活动 那也真的非常谢谢我们客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跟我们的一个花莲县政府的一个大力协助 让我们在今天的活动能够非常的顺利圆满 那我们把客家的文化跟原住民的文化 来把它结合一起来办相关的一个市集活动 我们今天也看到非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表演之外 也有吸引到非常多的一个观光客 来这边做相关的消费 我们更希望有更多原住民跟客家的活动 还有族群的活动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活动里面呈现出来 那未来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一个朋友 都能够来参与花莲市公所的活动 我们看到今天的消费力真的是非常惊人 也有很多的好康的活动 欢迎大家能够把握时机 另外从即日起一直到年底 每个月第三周星期五六日三天 在浩克文化会馆前广场都会举办原客市集 40多摊特色餐车 从上午10点热闹到下午5点 好好逛好好吃好好买 还有多场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 欢迎民众假日的时候可以来逛逛 学习立群华联士报道 赞 谢谢